歡迎收看 無線七點半一小時新聞 我是彭建華, 今晚的最愛新聞有 你有不舒服, 就要戴口罩吧 環生防護中心預計 下星期可能踏入冬季高峰期 新冠病例亦都增加了 政府今季只是招標出售元朗一幅工業地 沒有絲宅肥皮 日本大地震舊人黃金72小時過去 還有超過80人失蹤 詳細內容 衛生防護中心說 本港下個星期可能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 不排除冬季會與新冠病毒夾擊 呼籲市民接種疫苗 導人多擠迫地方應該戴口罩 衛生防護中心說 流感陽性率最新是8.49% 距離基線水平不足一個百分點 但入院率已經超出基線水平 如果兩個線都是高於基線水平的話 即是進入我們就表示 我們已經進入了流感的高峰期 所以我說可能有機會很快 下個星期左右就有機會會再升 接著就可能會進入流感高峰期 嚴重個案有輕微上升 由對上兩個星期的10宗 升到去上個星期的23宗 整體以甲型H3流感居多佔8成 至於新冠病毒 無論是病例和烏水監測 仍然低於5、6月高峰期的水平 但有上升趨勢 而新變異株JN.1的比例逐步增加 有機會取代現在流行的XBB 例如你有不舒服就要戴口罩 去一些高風險的地方 即是老人院、醫院 一些臨床病區的人士要戴口罩 另外就是他身處在一個 例如我們去一些多人多劑逼的室內環境 或是通風不好的地方 例如坐車 都應該戴口罩 他又呼籲市民 特別是高危人士 流感和新冠疫苗都要接種 接種率方面 當局形容流感疫苗的情況鼓舞 過去三個月已經打了超過170萬劑 按年上升2.1% 當中一路一有接種率 按年分別升1.5%和近4% 但覆蓋率都只有大約一半 長者打新冠疫苗加強劑 和幼酮的接種率 分別只有2.5%和3% 至於開放接種大約兩個星期的 第三台新冠疫苗 已經為2萬個高危人士注射 正是積極籌備擴展至50-64歲人士等群組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政府公布今年度第四季賣地計劃 博斯柳供應已經接近全年目標 加上近月頭地氣氛淡靜 不會推出任何住宅地 只是招標推售一幅元朗工業地 本年度最後一季賣地計劃 只是推售元朗創新園附近 由三幅較小用地 合併成大約3.2公頃的工業地 政府並且提出特別要求 要將當中不少於三成樓面面積 而交給政府 以優惠租金安置棕地作業者 至於今季不再推售任何住宅地 政府解釋 是由於近月市場投地氣氛相對淡靜 而今季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 可以提供1630個單位 早前樓標 現在由房協承接的全灣油金頭項目 也將會有1940伙供應 連同頭三季的7960個單位 全年一共提供11530個單位 已經達到供應目標89 接近全年目標 過去這幾個月實在是告訴我們 市場對於頭一些房屋用地 或者商業用地 其實似乎那個胃口不是那麼好 社會都期望政府 會持續向市場提供的土地 但我們總不能一成不變 每一季必定每一類的土地 都會有主動推出來市場賣 我們都不希望推出來 其實大家的反應不好的時候 其實市場又會有一些解讀 其實可能對整個市場 都不是一件好事 統計全年政府只是賣出三幅住宅地 分別是堅持地城西陵街及域多利道交界 啟德2A區2號和3號地盤 和大嶼山長沙東衝道 總賣地收入大約73億 連同地契修訂等項目50億 總收入只及全年目標1成4 每一年實際的賣地收入 和原來的預算 會有一些分別是絕對不出奇的 過去很多年大家都有見到這個情況 有時多了 有時少了 而少了的幅度有時大 有時是小 至於古洞北粉嶺北發展區 六幅原子換地個案 在保地價階段 和政府未達成共識而告吹 令漢浩這樣回應 他透露政府未來幾個星期 將會啟動收地程序 三個月後會完成程序 母親的記者 流傳入報導 元朗樓浮山一個過渡房屋項目動土 最快今年年底入伙 提供超過1200個單位 項目名為樓浮冬裕 位於元朗樓浮山深灣路 二、二、三 以東華三遠統籌建筆片和營運 在大 lacks名的格式 而正方有的東西 因为用组装合成法这一千二百多个单位 听闻在今年年底 已经可以落成有望交锁匙 给这帮等待的朋友 每个单位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亦都增设小露台和升降机 我刚才在示范单位都享受了小露台 尤其是今天天气那么好 我相信居民入住的时候 会很开心 用地由地产双生世界发展借出 这个一致二人家庭居住的示范单位 由睡床站起身 走一两步已经去到樊台的位置 所以为了应付居民的其他需要 这个项目亦都设有不同的休息空间 附近有低密度屋苑和一个货柜牆 居民要出市区要走大约2分钟 坐接驳巴士前往港铁站 去天水围站车程要大约15分钟 接驳元朗站要大约半个钟 或者搭专线小巴来往元朗市中心 暴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稍后回报道 黎智英案 控方继续陈时 描述黎智英系金主 资助多个团队执行行动 东京羽田机场撞击的跑道 仍然封闭 乘客据报可以获赔上20万日元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控方形容黎智英是勾结外部势力的主脑 和金主 十年间分发近亿元给不同的团体 控方完成开案层次 案件押头至下个星期一再开庭 审讯踏入第六日 控方三日的开案层次也来到最后一日 先播放黎智英2020年年第一个访谈节目 说中国面对重大危机 正正是打击的最佳时机 外国可以施压 令中国共产党自由化 又播出黎智英多段接受外媒访问 包括提到港区国安法 令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市民和扼杀示威 他接受组织香港监察访问 再次提到需要西方支持 如果我们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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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有伤害 我们失败 我们失败 我们失败了 其中9300万分发给多个泛民政党和政治人物 2019年到2020年又多次出钱给重光团队 支援他们到英国、美国和日本游说制裁 十二港人案的李宇軒是成员之一 他懂得日文 曾经到日本和国会议员商讨制裁法案的细节 李宇軒也曾经和另一个成员陈子华 应陈方安新的邀请在香港 参加英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午餐会 同场也有李柱明、郭荣康和莫乃光等等 重光团队成员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期间 也曾经和陈方安新等 在香港和外国政客会面扩大社交网络 2020年初陈方安新再邀请李宇軒和陈子华 就示威活动交流意见 年日来的审讯 除了西九龙法院大楼外面保安严密 法庭内也有大批警员驻守 在证人等候室外面和通往洗手间的通道戒备 母线电视机就在林俊軒道 下个月就是农历新年 三间法抄银行宣布 今个月25日至到农历年30 提供新抄给市民兑换 提供换抄的头三日 即今个月的25日至27日 三间银行提早开门 并且早上8点到9点 专门为市民提供换抄服务 市民今个月的18日开始 可以在网上预约 又呼吁市民不需要赶在头几日兑换 除了新抄之外 三间银行亦都提供型新抄 即是抄票虽然是旧 但仍然是逐新 银行说同样适用利封利是 监管局有鼓励市民 用电子支付的方式 例如是转数块 或是其他的电子钱包派利是 可以减少利是封和抄票的数量 有助推动可持续发展 本港去年11月零售业消货价值 按年升15.9% 年升12个月 但零售业界估计 今年上半年零售业生意有机会由升转跌 去年11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有342亿元 按年升15.9% 比对上一个月上升10.1个百分点 升幅较大的类别 包括酒类饮品和烟草 按年升152% 其次是珠宝首饰、中标和名贵礼品 按年升超过六成 不过多项日常生活用品就下跌 新鲜食品跌超过18.1% 超级市场亦录得5%的跌幅 业界认为今年仍然充满挑战 预期上半年零售业或会出现低双位数跌幅 香港无论零售业或经济 是面对不同的挑战 部份的挑战也不是我们零售业可以控制到的 例如是高息的环境 强势的港元或者是人民币贬值 希望政府真的可以继续支持 带头跨业界去联结 例如旅游业、运输交通、饮食或零售业 一起合作 对于有意见认为 增加24小时通关口案 会加速本地消费外流 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不同意 他希望可以向中央争取更多内地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行来港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道 港股全日跌591点 成交缩减 恒生指数曾跌130点 美市跌幅逐步收窄 修市报16645点 成交703亿 红海冲突升级继续利好运费 东方海外升3% 是升幅最大的蓝丑 地缘局势紧张刺激油价格升 中海油和中石油升2% 法网股各别发展百度升近2% 腾讯失手300元关口 欧洲故事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12点 巴黎Kat指数升16点 德国DEX指数升24点 日本当局继续调查 东京雨田机场撞机造成5死15人受伤的事故 控制塔通话记录显示 海上保安厅的定逆机 并未获准进入跑道 但据报有片段拍摄到定逆机 在撞机前大约40秒 已经停在跑道上 涉事日航机长说 降落的时候 三个机师都看不到跑道上有其他飞机 日本航空客机残骸 仍然留在雨田机场跑道上 日本新闻网据报拍到定逆机 在事发前朝着跑道滑行的画面 指日航表示邵氏客机被销毁 令到公司损失大约150亿日元 独卖新闻就报道 日航会和每名事故中的乘客 商讨慰民金安排 有乘客透露 日航发放每人10万日元的 慰民金和10万日元行礼赔偿 折合超过1万港元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 日本石川苑能登半岛7.6级强烈地震 增至超过80人死亡 仍然有大约80人失踪 救人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 但搜救工作继续 当国家派接卫队协助救灾 首相岸田文雄指示要全力搜救 地震重灾区之一的轮岛市 多处道路中断影响救援 防卫省出动智慧队船隻 以海路运送滑泥机等的重型机器到当地 协助抢收道路加快救援进度 搜救人员加紧在倒垃房屋搜索生还者 来自名古屋的消防员 大同搜索犬展开搜救 救人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 搜救人员未有放弃 总务省消息说 全国18个园的超过2000个消防员 到了轮岛市和另一个重灾区诸州市协助搜救 但是多处道路和通讯中断 拖慢救灾进度 很多灾民都未收到救活物资 有人用物件砌出SOS求救致养 石川縣政府说 截至星期四早8点 院内仍有大约750人处于孤立状态 轮岛市里面一间超市恢复营业 为了方便灾民 所有商品都以100日元出售 轮岛市长早前说 目前那个市的避难所食物 水和供暖设备等救活物资严重不足 截至星期四早早 轮岛市所在的石川縣 仍然有大约3万户停电 而石川、富山和新式3个縣 合共超过11万户断水 星期一的7.6级强烈地震之后 能登半岛一带发生了近600次地震 加上部分灾区降雨 可能引发更多的山泥傾射 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这次地震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 是1995年以来第三多 仅次于东日本大地震和板神大地震 首相岸田文雄在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 指示全力搜救 并尽快抢收道路 被救活物资尽快送到灾民手中 他又宣布增派智慧队员 由目前的2000人增至4600人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乔报导 稍后回来会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广州正式实施电动单车限行规定 有外卖电话 多了客人因为配送时间长而退款 希望当局推出其他方案 经过半个月的宣传圈到期 广州市电动单车限行新规 今个月2日起正式实行 繁忙路段多了交通警察驻守 周边社字楼外卖店临立的东风路 在工作日上午8点至晚上7点 禁止电动单车行驶 实施的头半日 当局查处900多宗违规个案 要在限定时间完成配送的 外卖员和速递员都说 工作大受影响 我不走 我走 没地方走 推得走 如果拉后拉很多钟 我推不动 这么一段路要推行 你看要到他10分钟 你走不走这个路 都不敢接 接来看的超市 有广州市政协委员认为 当局要平衡民生和交通需要 有清晰的指引和停放的地方 原先上面是有很多需要接送的小学 那如果真的是很难去做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集中在研究 怎么样做才是符合广州的实际情况的 黄州郊警察说 自去年6月蒸集公众意见以来 电动单车限行规定经过多次修改 希望最终令到电动单车成为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内地连续9日发布大露预警影响多地交通 江苏省被大露笼罩 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够200米 司机开车的时候明显放慢速度 全省高速公路一度实施交通管制 有交通警察驻守分流车流 在上海 由546米的上海之巅观光厅向下望 多个地标包括是东方明珠塔等 就好像被云海包围 大露的天气都引发到交通意外 上海市内一条高速公路发生多车相撞 交通部门说事故中无人相亡 中国和泰国3月起实行 永久湖面签证入境措施 内地旅游业界就预期 泰国会延续元旦的趋势 成为旅客在农历新年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内地不少人选择去外地旅游 自去年9月起 暂时对中国实行免签政策的泰国 成为出境游首选 十大热门地点一面 泰国占了三个 安全仍旧是制约游客 赴泰国旅游的一个主要因素 当然这情况在近几个月以来 随着当地的加强安全措施 以及当地官方十分重视的情况下 已经有所缓解 近日泰国就宣布 今年3月起 两国实行永久户免签政入境措施 消息公布之后 相关旅游产品搜索量急性 其中机票比上一个星期增加超过七成 酒店上升大约一倍 自由行就上升近1.4倍 当中又以广东省居民反映最热烈 有旅行社说多了人查询农历新年的泰国游行程 目前已经有多个旅行团确定成团 旅游业界认为富泰永久面前令到旅客成本减少 加上近期来往中泰的航班票价下降 相信有利两地旅游和商务往来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预计今年国内和国际客运持续增长 会议提到 内地去年旅客的总运输量达到6亿2千万人次 按年增加近1.5倍 在2019年的大约9成4 预计今年旅客运输量 将会按年增长约1成1 其中国内航线有望达到6亿3千万人次 较2019年高7% 而国际客运将会在年底前 由现时的每星期4千6百多班 恢复至6千班 即是疫情前的大约8成 今年工作将会加强国际合作 包括落实中美元首会议成果 推进中美直航航班大幅增加 也会推动国产大型飞机C919走向国际 内地首次的陆上电缆穿海工程 进入最后阶段 浙江省成功在海床以下 铺置陆上电缆连接两个岛 新方法比使用海底电缆 可以省到约一半的成本 浙江省周三本岛过往透过海底电缆 向周边多个岛供电 考虑到海底电缆容易受损 通往上沿山岛的电缆 决定启动国内第一次陆上电缆穿海工程 在海床两米之下先转探通道 再铺置陆上电缆和致来水管 同时解决供电供水问题 去到星期四上午 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牵引基以每分钟三米的速度 将船长一公里的电缆 由上沿山岛牵引至周三本岛 項目负责人说 两岛之间是天然的避风港 加上海运、海洋、布鲁等行业快速发展 来宏的船增加 抛鲁的时候可能对海底电缆造成损伤 万一电缆受损 加上检测和维修等的程序 受制于气候、潮池等的因素 将会造成极大经济损失 采用陆上电缆穿海方式 动工的时候不用顾虑气候、停航等的因素 数价亦比海底电缆低 审批周期亦比较短 施工成本只有一半 负责人又说 未来这种方式将会大范围 应用在距离两公里以内的海道之间 实现中长距离的堵制联网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和缅甸果金地区接让的云南省镇康苑 昨天下午被境外炮弹击中 最少五个人受伤 内地传媒报道 炮弹落在南山镇的街道传出巨响 现场阳起大量灰尘 有石块弹到附近的行车路 多间店铺损毁 碎片散落一地 报道引述医院说 五个民众受伤送丸 而镇康院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确认襲击属实 但就未有提及伤者情况 以及炮弹是否来自缅甸 2015年当地曾经发生同类事件 导致五个人受伤 在北京 外交部对冲突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强烈不满 中方高度关注免被冲突态势 对武装冲突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表示强烈不满 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在此要求免被冲突各方 立即停火指战 采取切施措施 避免再次发生危害中面边境安宁 和中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恶行事件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本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回来新闻时间 为提振地区经济 政府计划在每区花一百万 设新的打卡地标 教师包括内地动漫角色夜光景等等 将军澳海斌本身都有将军澳跨湾大桥 这个打卡点日后将会设大约 10款内地动漫角色乖巧寶寶的立像 它的大小和人一样作为新的打卡点 乖巧寶寶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 每个月平均超过4500万的播放量 近年本港常用的手机通讯软件 亦有它的贴纸 我没印象 但是挺有趣的 这边好像少人来 没什么特色 这些都不是很抢眼 这里都是很美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游客 都不会来这里中军澳 但是如果有这些很有趣的打卡的地方 就会开始来 据了解项目预算一共大约十几万 如果有其他合适的本地卡通人物 亦都可以再加设 附近的将军澳湾半径就行浪漫路线 部分的地砖铺夜光粉和沙粒 带来点点的繁光 据了解这类的物料 将会是全港第一次采用 相信都可以照亮部分 没有路灯的位置提升安全 西共民政署说 夜光行人径的抗验 是参考内地和海外的经验 日后亦都会在有需要的位置 增设紫外线灯 其他区亦都有不同的打卡位 冠塘海斌就率先设本地品牌的艺术装置 王大仙就建议在王大仙子对出 雪立拱门装置 写信王大仙配上地画 也就是地下彩繪 这两项目相信是由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撥款 原意是改善全港的地区设施 每个项目撥款不超过五千万 母线电视记者姚彻同报导 海关检获234公斤走私燕窩 行动中检获的燕窩分为三个不同种类 初步调查每斤 约值2万至5万元 海关说一辆货车星期三 在海关之间的空隙中企图蒙运过关 海关随即驱捕65岁男司机 他获准保职候查 将会尋燕窩的来源 以及有没有涉及团火操控作调查 臨近农历新年 内地对于这类贵价食材的需求上升 走私分子尝试偷运这批燕窩到内地 直指逃避内地的关税征收 而如果这批燕窩能够顺利 被他们偷运到内地的话 他们是可以逃税达到360万港元 海关重新走私属于严重罪行 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200万同监禁7年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港大机械工程系前副教授张其中杀七案 张其中就谋杀定罪上诉 张其中依赖判处终身监禁正是服刑 但由于他的代表资深大律师夏韦智身体不适缺席聆讯 上诉停压后至下个月的2号再讯 上诉方将会争辩张其中犯案的时候神志失常 精神受到重大损害 案发在2018年的8月 张其中当时是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 身兼学生宿舍韦伦堂社监 在韦伦堂住所用电线勒死太太陈慧文 张其中承认误杀和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 但不被控方占纳 最后陪审团裁定他谋杀罪成 南韩和美国为期一个礼拜的联合军演今天结束 北韩批评演习 威胁说今年是南北韩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年 南韩军方说南韩首都机械化步兵师 和来自美国陆军第二步兵师的史吹黑旅级战斗队 在上个月29日开始 在靠近南北韩边境的普川市进行为期7日的联合军演 南韩军方派出K1A2坦克、K200装甲车等军备 而美军就派出A10攻击机、淋式步兵战车等武器参演 两军一共派出超过110台武器参加今次联合军演 南韩军方说联合军演只在验证韩美两军 在机动、火力和指挥控制装备的协同操作 从而加强同盟的作战能力 两军至去年朝鲜半岛局势升军之制 扩大了联合军演的规模以及增加了强度 两军揭出联合军演之制 北韩官方朝中社同日报道说 南韩去年不断发起军事挑衅 新年开始依然持续自灭性妄动 并且说今年是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年 早前北韩领袖金正恩出席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的时候明确两韩的敌对关系 指出由于南韩已经宣称北韩为主要敌人 北韩也不会再视南韩为和解和统一的同路人 并且宣布将会根本转变对南韩政策路线的方向 韩联社报道在北韩发文评击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日 发现北韩对南韩的宣传网站当中抹去涉及统一的印记 有分析指出南北韩已经对立的局面 不太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并且有分析认为北韩相关政策的转变 可能有助于未来对南韩的核武器合理化 无线电视记者谭惠恩报道 丹麦女皇马格丽特二世 今个月的14号退位 来自澳洲的丹麦玛丽王妃 将会成为丹麦的新皇后 是史上第一位澳洲出世的皇后 现年51岁的丹麦玛丽王妃 过几星期之后将会成为丹麦的新皇后 对澳洲民众来说 相信亦都是值得庆何的消息 因为她是塔斯玛丽亚出世和长大的澳洲人 在塔斯玛丽亚大学毕业之后 玛丽搬到色尼生活 先后从事广告和地产工作 2000年色尼举办奥运 她和丹麦王储肥德烈 在色尼一间酒吧海后 玛丽王妃曾经说 当时不知道肥德烈的身份 肥德烈问她拿电话号码 第二天打电话给她 之后两人抱出一段王子和平民的童话式戀爱 并在2004年共鞋年里 婚后育有四个子女 有丹麦传媒曾经说 玛丽王妃当年苦练丹麦语 令她很快就赢得丹麦人民的心 即将成为丹麦新皇后的她 是史上第一个在澳洲出世的皇后 家乡塔斯玛丽亚的民众说以她为榮 希望她充当澳洲联系丹麦的大使 欧洲在世君主中 在位时间最长的丹麦 马格丽特女皇日前宣布退位 皇位由肥德烈继承 肥德烈的登基仪式 14日在哥本哈根的阿玛林堡公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张杰仪报道